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我应该去香港的大学还应该去你们北大 看专业 如果是中文呢 中文那我觉得还是北大好 就是看专业 我们这几年北大中文系都能够又到几个专业 虽然我不认为专业能够代表最好的水平 但是还是代表了一般公众对学者的认可 而且他们会觉得比如某个专业 香港的中文大学的那个水平很好 比如某些专业北大的更强 会有这个考虑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就是到底人家给你什么条件 对 有香港的奖学金呢 什么的 他奖学金只有10%的人得到奖学金 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 假定是像你所说的 考到了北京地区的第一名的话 那个时候北大会跟香港中大学会争 我们会用什么条件 他们有什么条件 会有一个优务帮助 但是怎么弄都是北大的 不可能跟他们那个那么实惠 但是我说的不应该考虑那个10%的 今天的香港在北京或者在内地的招生 一年大概是1600 可是我也不怕当着你说 就是我们这个外行人 这两年人云亦云的 就以至于影响家长的选择 会让孩子去香港的 就说中国的大学教育烂透了 说北大早已经背离了他的什么精神 都一塌糊涂 说的都完全就是说 这孩子送到这去 不定会成为个什么 徐老师你也在北大教过书 香港有哪几个专业比较好呢 那就是医学了 法律了 医学法律这些 香港有很多局限 香港他你比方说你要读什么物理啊 化学啊 那就没出路 因为他没有这个产业 他将来也找不到工作 那么文科是一个特别的 本来香港中文大学呢 中国文化那是一个非常强的 那钱木啊 某中山啊 徐福关那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传统 但是今天的香港教育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今天香港好像有有些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今天今天的内地教育不有很多问题吗 其实是哪没问题 美国也是认证了 不是不是一个因为这个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定你考同样的分数 我假定啊 差不多的水平的话 他们会考虑你的背景 其实当不知道的人认为在香港 从香港来申请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 那考他们的那个PhD会比北京容易 其实不对的 是吗 北京大学绝对比香港有 我同时我每年都在给学生们写推荐信 这里的获得的可能性更大 原因就是你背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他们考虑是考虑问题是这个样子 他们会觉得香港还是小地方 他作为大学来说 香港的硬件 香港的中文大学的硬件 或者是香港科技大香港大学的硬件 都比北大又强 他们的比如说就识的水准 平均水准也比北京大学又高 他们的科研经贿 他们发出来了论文等等都比北大又高 但是在国际排名的时候 往往是上 有时候上有时候下不一样 各个地方各个排名不太一样 但有一点你必须意识到说 北京大学某种意义是代表中国 所以很舞台上就舞台而言 你在北京大学看到的著名的学者 国际著名的学者比香港中文大学多 是因为你的舞台 不是因为你的水平 同样道理 选学生也是这道理 我要选一个北大学生 就因为我就假定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话 我会考虑你的背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他讲的是美国的最top的大学 比林斯顿或者哈佛他挑学生 因为他们会觉得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是他同一个系统的 但是不如他的 而北京大学是另外一个系统的 所以他会对另外一个系统的更感兴趣 当然这里边包括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北大出来 你的英文也要非常好 而客观上 你在香港读书他的英文会好一点 这又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样子 我这一代人香港的同代人的话 他英文肯定比我们有强 一般情况下 不说 你说现在学生就不说 现在的孩子们 你都不知道 现在的 从小学 有的是一年级 有的三年级开始学英语 所以我们的学生们 现在的英语能力 而且 就不能说到特别具体 是因为可能涉及到具体的专业 那样的 但是你都记得说 现在的学生们 同样来考Tofu 考GIE 我们还有新东方 香港没有 所以的话 我的学生在香港给他们写的推荐信 他们我拿 他们的分数一看 就远远不及这边的 就因为我们这里的除掉小孩子 以前就是这么 英语已经学上来了 这还有一个就是强化训练 强化训练导致他们拿的分数 他起码实际水平 拿出来的比他们强 实际水平也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多了 现在我们组的实习生都给我当翻译 那他确实 但是两地大学 香港的和这个内地的 在办学理念 人家这个机制上 没有优劣之分吗 看情况最我说的 比如说我在那边教书的最大的感觉就是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重心放在研究院 而香港的中文大学还是本科为主 我觉得他们在本科上面用的心思远远超过中国的大陆的大学 包括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因为别的问题 在做统计就是同样走国际化的道路把学生送出去 刚刚下来的周其凤校长上任的时候有一句话 说我希望让每一个北大的学生们都有出国一次的机会 上任的说了句话 不是不是出国交流 然后我给他加了两个补助 一个补助说台湾香港也算 第二个开会也算 但即便如此我们都还没办法做得到 而且中文大学也做不到 目前做不到 我们学校做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有半年在外面交流 我不知道 那个中文大学是差不多三分之一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数字 平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能在外面做一年的交换生 但我看了另外一个数字 我一看就笑了 我知道这背后的问题在哪 他们2012年这个年度 从香港中文大学在国外交流的研究生只有47人 但是本科生有1500多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世纪人远远比不上北大 换句话来说 我老在想这个问题 是我们的不进化程度不比中文大学差 也不是这个意思 后来我想清楚了 因为他们基本的精力放在本科生 本科生是将来自己的嫡系子孙 然后将来本科生的 我们都知道将来募捐 捐款主要靠本科 本科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研究生不见得 研究生你各地世界各地来 我这里用你的出成果 你在这里好好给我 包括实验室 包括写论文 包括赶快出成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香港中文大学 我不知道领囊怎么样 他那么多的研究生 其实是必须承担辅助教学任务 对都是教学助理 就是教学助理 所以你要走了 你拿了这笔钱 然后到外面去作严 就是你对你自己有好处 对我们系没好处 但是我听说一件事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你想许老师为什么香港工作 香港大学教授的收入 那是世界有名的 对吧 一件事现在已经下来了 也很高 但是再一个就是香港大学的这种 好像整个这种行政后勤服务系统 会让教授觉得特别舒服 特别的舒服 这是你在大陆永远体会不到的 这个你没有提醒 你后面这个我特别赞同 就是在中文大学教书这么几年 就是只要规定上有的 我根本不求人 我就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就所有的问题都 包括人事部 包括后勤 包括所有的问题 就没有 这里的话往往又找人 这里的管理层中间的 我们所说的服务层里面的服务意识不强 管理意识太强 是是是管人的意识很强 跟你下半的意识很强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菲律宾说 疑似解放军苏二级战机飞到南海巡逻 美军南海空中作战计划曝光 美军全球应部署日本 美军先进战车 进驻日本 日本拉拢蒙古缅甸 在中国周边挑射 解放军表明导弹以外 战机可低空反制日本 朝鲜移动导弹可能再度合适 朝鲜战争叫嚣 中国警告 不许在中国家门口声势 解放军提升战备 中朝边境 军事禁区 阻恶朝鲜 难民恶攻涌入 华人台一要一 特别是军官大使 收集团方案是中文台 围柴人台一要一 这个不光是大学的不同 为什么我对香港教授 这个舒服 我有体会 因为香港的公司 比如说也让我们主持人 很舒服 他的这个行政部 人事部 真的你说这是怎么会 他尽量想给你减少麻烦 教授你明天要出差 给你订机票 给你什么什么 订酒店 交代的清清楚楚 我怎么体会不到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抱怨 行政管理人太多 整天逼着我们 把我们搞得忙死了 他们自己不偷懒 所以我们也搞得忙死了 你刚才在讲 内地跟香港的学校的 内地的大学 其实说到底 他有两个东西管他 就是一个是政治管理 一个是经济压力 对不对 特别是前些年 教授除了教书以外 还得想办法 连系组任都得要 找外快 喂下面的老师 香港呢 香港妙得很 这两个压力都不大 也没人政治上管理 也没有特别大的 经济的诱惑 可是学术上 也未见得出太大的成果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我在一直在想这个道理 我从自己反省 包括我的同事 香港请到世界 很多有名的教授 因为他人工高 可是你仔细去看 那些有名的教授的成果 大部分是来香港之前处的 他们在香港的期间 代表作就不多了 我自己琢磨呢 我觉得好像有 我不知道对不对 平原可以指出 太舒服了 不是 我觉得大陆的学术 靠一个传统 香港呢 就靠一个制度 你看大陆 它虽然政治管 经济又来干扰 可是很多人做学问 它是不管那些的 那些东西我来应付 你搞运动也好 你要赚钱也好 那个是那一套 可是我心中自有一套 他心中 我老师王瑶老师 是怎么工作的 钱中书是怎么样的 大家心里有一套 学术的一套价值标准 做学问 还是找这套标准做 香港呢 制度很透明 很公平 就像他说 什么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呢 很少有追寻 一个学术传统这个概念 就没有 不像他们北大那些人 他有一套 比方说 你知道最早跟我介绍 他是钱里群 他们北大的一个 比他年纪大一点的 那个时候 我们华东师大的 现代文学也不错 结果老钱就有一次 跑来跟我说 他说我们现在北大 我们找到了陈平原 我们不怕你们了 这句话 我印象为什么深啊 那就是一个老师 对自己学校 对自己学科的那种责任感 你今天要在香港 讲这句话 学校里有人笑死你 我要说 我们现在有了谁 我们岭南不怕你们中大 谁要你管岭南的事情 我们岭南大学 大部分的老师 是不知道谁是陈寅确 他们只知道 现在谁要来做副校长 谁要来做院长 就是这套 而这套制度 我现在身在其中 我就越 人就是这样 你越在其中 越看到它的缺点 是 我能够 而且香港的这套缺点 正在影响大陆 它以国际化的名义 它的统计是量化的 它是以项目走先 而不是以成果走先的 它的偏面的强调国际化 其实是英文化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尤其对文科 它也许对理工科有点道理 但对文科 对香港的文科 以及对内地的文科 现在我觉得将来都是损害很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说 那个徐泽东是20年前在大陆救赎 所以他知道的是20年前的状态 美好的回忆 对对对 而且时间给你好的回忆 而且你见到的个别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这里是13亿人 那里是700万人 我已经说留不起了 700万人的一个小地方 有三所大学 比如起码港大中大科技大学 不是这三所 算是亚洲一流 起码在八所也都像模像样的 对 所以平均水准而言 香港的大学比大陆大学又好得多 但是因为你想想这么多 你认识的只是这么多的大学里面一个 学术精英 这学术精英 而且还是保留了20年前 即将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思路 他说的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说 其实今天的那个制度化的管理 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 我们说规范 包括职业 包括你说的所有这些东西 逐渐在大陆也都在推行 然后像我们这一辈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已经退休了 我不管 我做我自己的 没有问题 年轻的他们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他们也同样跟香港的青年旧事 是一样的 受到这一系列的那种 制度的压迫 压迫 我说的是不同的专业 我现在老在批评 这个这一套 以我们说课题为中心的 以量化的 国际化的 而且现在好多大学规定了 莫名其妙 比如说 生父就送以前 一定要在国外待过一年 有好多大学规定 最近一个南华一个大学 更离谱了 规定入职之前 必须在国外待过一年 诸如此类的乱七八糟的规定 越来越多 而你所想象中的 那个有大的情怀的 学术传统 逐渐在失落 我不能说没有 直到今天为止 比如同样 我在中文大学教书 我能领会得到 比如带学生 我说他们的好处是规矩 职业化 很早就知道我做什么 而且一步一个九一 这么走下去的 而且他们走到什么地方 比如30年后他们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 而北大的学生天马行空 不知道哪一天就变成国务院总理 或者是外交部长 所以他会有这个期待 我在中文大学讲研究生的课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一开始他们不喜欢谈大的问题 就是专业 专业以外他不感兴趣 北大的学生专业 专业以外更感兴趣 对他们会有这一类种 我说家国情怀 而且确实你必须 我后来批评过 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过早的职业化 过早的把自己定位于 某一个中学的教员 或者某一个大学的教授 就定在这个位置上 他们的目标就这个 北大的不是这个样子 北大做得好的话 会有宏大的理想的实现 做不好的话 扩发其谈 扩发其谈 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毛病 但相对来说 你就是说 对于具体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 对于你的具体的工作和职业 和专业的超越的话 北大会在他们之上 但是这个传统正在失落 是不是正在 是是是 你刚才你们刚才讲的 我都想到了我们这个电视界 对 你知道曾经也是学香港 可是现在我就发现了 各有各的问题 你知道你讲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什么 好像是大陆人 有终极关怀 对 这个香港人 有一句过去 你们老说一词 我现在在香港人身上弄明白了 叫工具理性 你说有时候在香港 跟一个导演合作 也是很头疼 他们也很烦我们大陆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对他来说 按时按点 晚上他手头这件事 他我们不可以说 改了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片子会更好看 更好看 他是不管的 他不管这个片子完成之后 是什么 他讨厌的就是说 你这个字幕 三点钱就应该给我 你现在还没给我 你现在给了我 你还说有个字打错了 你还让我改 他怒不可遏 可是他 他不会管最终 可是你翻回头了 我们要到了北京 那就聊起来 个个都是终极关怀 我们这节目最后要 怎么样 明天没人来上班 就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即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有无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未视中安台 现在双民生信用卡 超值有保导 高额团费值降 十万持卡人尊详 利多优惠多 美好人生 畅游保导 持卡来报名哦 民生信用卡 雪花世界一米而美丽 2012至2013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由雪花啤酒独家赞助播出 雪花纯生 而且我听你们刚才讲的问题 还有一个项目和钱的问题 我也是觉得 过去咱们说穷做学问 现在大陆有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怎么觉得有了这么多的钱 这教授们都更不像话了 其实是这样的 不是每个学科都需要很多钱 是比如中文是吗 其实人文学科很多 没必要那么多钱 但是我的问题是 今天的课题的那个方式 其实是在补贴 某种意义上的补贴 就是说我老批评大陆的制度是 我们的薪水很低 我们的奖励很多 我们的奖励超过薪水 这是在香港的话 这不是激励你努力工作吗 对他们的思路就是 管理的人想说底性很低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 你来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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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给 给了以后 你就会用怎么挪来挪去 我开完秀说 年初的时候做计划 年尾的时候找发票 这变成今天的大学就受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开完秀说 今天有一天 假如中国严查 所有的暴障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百分之九十的就受的 百分之九十的就受 或者这些研究科技都有问题 因为没办法 那个制度规定你 导致你将来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香港的那个项目呢 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它呢不能拿来自己用的 它也不能拿来吃饭 也不能拿来自己买电脑 什么都不可以 但是呢 它算你的成绩 换句话说 比方说 你们今天两个人吧 他出了三本书 没申请项目 你申请了三个项目 你什么人没出来 升职还升你的 那个 在香港的话 以前北大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是很久很久以前 几年前了 很多地方都问我 我都给他们说 很美好 但是不真的 为什么呢 他们都说 平就寿 两个人的成果一样 一个有项目 一个没项目 北大的就寿都说 当然是平没项目的 因为他没哪国家的钱 做得还跟你一样好 是不是啊 他没哪个 不可能 但是当初 这个美好的传说 在很多地方 用来批评他们当地的领导 然后我跟他们解释说 确实 没有这个传说 这么神奇 他们确实 我们不是特别看重项目 但是压力越来越大 今天的年轻就是 我们的年纪大的老师 比如著名教授 比如说 以前的老钱 或者是 美项目 李玲 才不理这些 没项目没有问题 著名的教授没有问题 年轻的就是 你没项目的话 根本不行 你要站在 我们都是从二十来岁 从那些老师指导下走过来 你要站在 现在这些二十多岁的人 他面前就这么多规矩 就逼着他们 往这条公立的道路上走 我觉得是毁局的问 那么就是都成了投机分子了 不不不能这么 我这样说 有点不太宽敬 因为是这样的 我老说是 有两种专业 不一样 比如说 有的专业 没有钱是做不了的 比如说 我要做大量的社会调查 你不给我钱 我怎么去调查 比如说 我是工科 我用上衣 bouncing 感谢观看